What's up everyone, I'm Brandy 好了,現在我就是在Dundas West Station 為什麼今天會無緣無故來這個站呢? 因為我一會兒要找美美 接美美下班 而這個都不是什麼驚喜 去接美美下班 美美都知道我一會兒會去的 因為我上班的關係 所以我不是經常跟美美有 共同的day off 所以我很難跟美美拍到YouTube 而這段YouTube就是關於美美最近的 上班近況 順便我就可以去美美 在一個地方跟狗仔玩一下 等牠下班 我今天早上就在剪片 今天是第二天day off 昨天我就是完全休息的狀態 休息一天 今天就是早上剪片 下午拍片 就是現在大家看的這一段 美美突然訊息我 就說你可以來我的店鋪 早點來都可以 因為美美今天充狗充得很快 所以牠就可以早已下班 不過有一隻狗仔我都很喜歡 之前大家如果有看我們去玩狗仔那段影片 其實我是有抱過一隻叫Bibi的比鴻犬 那牠今天也是在那裡 Bibi就是其中一個Groomer的一個狗仔 所以今天我就會跟狗仔玩 我剛剛就那一輛車 它這裏有三架Street Car 這裏就很多人在等著車 這就是另外一架車 不過我今天就是乘504那架車 那我現在因為外面太大風 太大層的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個區域等車 就是可以當下風 今天超冷 現在是8月中的階段 但是已經是很涼 大家看到我穿著一個長袖的外套 其實真的有需要這樣穿 真的很大風 而且開始有些冷 好像秋天已經來著 冬天又要來了 是的 我現在在入錢 對 現在還沒有車 它又沒有寫什麼時候才有 巴士反而有寫 巴士就是6分鐘後就有 但是它的巴士是18分鐘才有一格 如果5分鐘後要錯過了 就要等多18分鐘才有下一格 哇 想不到這麼快已經冬天 今年2023年 Toronto夏天是比我想像中短超多 因為它好像才圓冬天 所以令到夏天遲了開始很多 好像夏天是存在了一個月 如果你說要算過25度以上才叫夏天 其實真的只有一個月才是這樣 其他時間都是涼涼的 其實我還沒來過這裡坐車 這裡的感覺又像元朗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車站很圓朗啊 那些輕鐵感覺 大家就在等著這一格 504 希望一會兒不要下雨 因為我懶了 所以我不想帶傘 不知道一會兒呢 我去到那時候未未做完事情了 如果未未還在洗小狗 不知道我能不能拍到它洗小狗的樣子 想拍下未未 幫小狗洗澡的時刻 一定會很有趣啊 就是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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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上班 因為上次我去他們新公司的派對 所以其實很多他們的裏面 或者很多他們的工作人員 我都見過 所以沒那麼怕進去那裡等美美 又可以跟Bibi玩 Bibi就是一隻很可愛的比虹 但我們就未必會養比虹 因為比虹通常在韓國或香港 是很多人養一些 特別是在韓國 真的很多人養比虹犬 美美就好像就下班了 不過他還要幫Bibi洗澡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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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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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have to walk that line that's what we got from it's a really nice day living in the right space breathing your voice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way yeah you're keeping me sane got me in my right brain i can't explain but i'm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way you got me like oh i can shake it breathing in you got me like oh i can shake it you got me like oh i can shake it 很棒 你下班了 yeah 我沒想過我去找美美 美美就叫我去洗BB 這是我完全沒想過的事 因為我本來想美美自己洗完一隻狗 還有今天是我第一次洗那隻狗 洗BB 好像人生第一次洗狗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都挺特別 挺有趣的 即是什麼時候下洗澡 又或者什麼時候怎麼沖 怎樣吹牠 吹完之後我都跟狗仔玩 都很開心 那裡都有三隻狗仔 因為剛巧Bibi要洗澡 就是一個狗仔 之後牠跟我很友善的狗 我很喜歡牠 之後 還有牠很乖 所以我就打算給牠試一下 誰知道我真的洗了還是舊 真的學了一點 好了 那現在說回整體 就是不如你更新一下你上班的狀況 我上班的狀況就是 我現在少了很多工作 因為我剩下的日子都是去訓練 通常一個星期翻三天 剩下的就是訓練 然後就是老闆和另一個狗仔 然後就去教我怎樣去剪 所以美美在今年內 應該有機會成為Groomer 或者是夏年年頭 這個就是一個好消息 而美美也做了Dogbiver 做了兩年 其實她… 一年半 因為她的老闆說她做得很好 所以就 kind of 是叫星女去做第二個職業 就是Dogbiver這個職業 對 但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困難很多 然後很多技術是… 就是你落到手去做才明白 為什麼這麼困難 因為她們好像插插插那樣就完了 但是當我真的去做的時候 是完全幾個世界 但是她讚你學得很快 所以是好事 還有你有興趣也是很好的 是啊 是啊 但是我每一天都很累 而且很要用腦子去學 真的很辛苦 都很辛苦 但是都很開心 每一天都在學不同的東西 所以現在美美就是上班三天之後 就學三天這樣 就有時候… 三天或者四天 就是差不多這些位置 對 我希望你今年就可以做到職業 你可以的 對 還有我覺得我自己的老師是… 真是很好的老師 他們是很厲害的老師 對 對 所以這兩三天給她 只是一個正在訓練的職業 所以… 我覺得自己也很幸運 有這個機會 有些同事可能真的做了三年都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 所以就要好好努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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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我剛剛洗狗 你覺得我學得怎樣 我覺得你很搞笑 你好像很害怕弄傷牠 然後就很溫暢 之後… 不過其實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一開始都是這樣 就是… 你害怕弄傷牠好過你不害怕 其實我自己也想了解一下美美上班 在做什麼 就是美美突然說不如你試一下洗狗仔 之後就是用一些上褲去摸一下牠 摸一下牠 其實我是不敢太大力 例如抓住牠的腳 我很怕弄傷牠 那我想你輕輕一點 狗仔沒有那麼害怕 對 但是我自己就… 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幫狗仔洗澡 看看會不會日後有機會在這個行業發展 暫時都未知 但是未來就是一個未來的職業 好啦 那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吧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